在繼續往下之前 剛剛忘記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各位我們要開拍的時候要有這個 我很認真我有帶這個來捏 Action 有沒有 這叫場記啊 打板啊 自己寫好嗎 其實如果他們真正拍電影的 他們現在用數位的 但是我們這個用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上面要寫一下什麼 寫一下你的日期時間第幾場次啊 因為這個就是以後剪接的時候很重要的依據 不是拿一個空白的說Action 而已 對不對 好 OK 來 那麼了解這個概念之後我們來介紹一下 剛剛我們是介紹這個叫做 工作室模式嘛 那麼其實呢 除了工作室模式以外 如果說 如果說你今天要錄影 我要做教材啊 或什麼你搞不清楚你的是哪一種 其實有一種方式叫做全都錄 就跟一般各位平常在看人家 電腦教學一樣 是整個桌面畫面都錄 所以他有一個在下面這裡 你按加號之後 有沒有發現有這個叫做 顯示器擷取 如果你有需要跑馬燈的啊 或者是字幕的 這裡有哦 只是我沒有介紹哦 就是文字這個功能 他可以做動畫也可以就是單純的就是靜態的 放在那邊 就好像我一般製作節目下面會有什麼 標題啦 或者是什麼 那這個呢 顯示器擷取就是 只要在螢幕上的我都錄下來 都可以錄下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 假設我今天換另外一個 假設我現在進到這邊 那我把我的綠幕放下來 那又變成完成了 所以呢 如果說我講完這個 那我想要把我整個全部的畫面都錄下來 其實你就可以加上 剛剛講的叫顯示器錄 錄影擷取的部分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單顆螢幕 所以會有所謂的回文現象 什麼叫回文現象 你終有我終有你 按下去你就知道了 確定喔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很多 因為我的畫面裡面 又你要錄的 你錄的又有你全部的畫面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說 老實說這個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也就是今天不管你要錄哪一個 螢幕上出現我是不是全都錄 這樣是最簡單的 好這樣是最簡單的 那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東西 只要出現在螢幕上都錄下來 不過呢 因為我們現在用軟體廣播 有時候你會在那個 Nodebook上也會出現這個情形 這是因為它顯示卡的關係 要去做一個設定 要去做一個設定 但是 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你們的 如果 也出現這一種 就是沒有抓到我真正畫面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那個 就要調整一下 但是我今天這樣抓過來 有沒有 你終有我 終有你 這樣就 很遠了對不對 嗨 這樣就嗨很遠有沒有 這樣就一直過去了 所以這個是 像這樣 那 我就開始錄製了 等於說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 我開始錄製之後 其實我的畫面 我就把它縮小 有沒有 我們就進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就進到我們自己的 這個 要講解的 畫面的內容 哎呀 我要看這裡 我要看這邊 我要看這裡 那這些呢 現在這些內容 都會怎麼樣 被記錄到我們的 剛剛的錄影裡面去 等到我 OK的 好 講解完了 或者你要講解 PowerPoint 好 介紹完了 我現在就回到哪裡 回到我們剛剛這邊 就回到我們的 OPS裡面 好 再來把它做一個停止 把它做一個停止 這樣你剛剛錄下來的 就在裡面了 顯示錄影 我先把它重新封裝一下 清除 重新叫進來 好 然後這個MKV 把它重新封裝 幫我把它包成這個 來 我還是把這個畫面關起來 這裡 這個 好 這樣子 那你看到這邊 影片裡面 我現在多了一個 所以我們這樣錄下來 就有需要什麼 剪接的功能哦 對不對 因為我前面後面會錄到那個嘛 所以我是要中間這一段 後面這一段我也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要停止了 我只要中間這一段 因為OPS本身 並沒有提供什麼 並沒有提供就是那個 剪接的功能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搭配另外一套軟體 來做剪接 這樣各位對OPS的 部分有沒有比較多認識 那剛剛有同學都要問我那個直播的 所以我等一下也用另外一段影片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